今个星期六就是一年一度的龙宴 应邀为晚宴设计四度菜式 有储摩之称的香港米芝莲三星级名厨梁经伦表示 晚宴菜式将会充满惊喜 在市家保长大的香港储摩梁经伦Alvin 在香港的餐厅获米芝莲获最高级别的三星评级 他今次应仪康邀请为25周年的龙宴设计既有新年特色 又充满创意的晚宴菜式 有年糕、雪糕、红棗、棉花糖 全部在莲果盒里找到的东西 我就变成了甜品的甜品了 放弃做工程师、钻研分子料理的Alvin 为龙宴四度菜式花尽心思 务求为出席的过千名嘉宾带来无限惊喜 第一碟是讲甘骨 所以我用吃得的东西 我不会讲什么我想有个驚喜 就是做一个很大的甘骨在碟上 这样吃的时候有个惊喜 这些材料当然要有加拿大的代表性 要有新年的代表性 第25届龙烟 将于今星期六晚于大多市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预计筹募近100万元善款 支持四间疑康中心的运作 谢谢大家